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無法閱讀空氣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快點訂閱和留言啦 喂,你又很久沒更新了 唉,沒辦法啦,沒題材嘛 豆瓣和微博都整改 所有新劇都是靜靜地開機 連煲水新聞都沒得看 那我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 嗯,今天講一生一世的劇評啦 蛤?好歐的啦,劇都播完啦 你之前已經不斷吐槽周身如故 現在又要吐槽一生一世? 沒辦法啦,劇坊嘛,沒劇體 我很辛苦才熬完這部電影 給點面子,讓我分享劇評啦 算啦,那你快點開始啦 OK,Let's go 劇情劇情,快點,這次輪到你講啦 沒問題 一生一世的故事講述 女主角時兒是一位出名的配音員 她因為一些原因 在機場上主動認識男主角周身神 周身神是一個智商高達190的化學天才 她和時兒通信半年後就成為了朋友 因為家族的原因她就向時兒求婚 就是這樣時兒和周身神以結婚為前提開始交往啦 時兒在準備婚事時 開始慢慢接觸到周身神的神秘又複雜的家族 牽連出一系列的事故 嗯,聽起來劇情也很普通,不是很吸引人 嗯,偶像劇的劇情不用太複雜 最重要是氛圍 初初看都有一些先婚後外的感覺 都OK的 誰知道一到家族戲 唉,看得頭都暈了 OK,停 你又開始在吐槽編劇啦 這是下一部分的 那我們還等什麼呀?快點到下一部分啦 我上次說 蜜寶飛寶 現偶寫得比古偶好 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這部戲的愛情線都寫得不錯 周身神在拘捕保守的個性都挺有趣的 規定一天三個call 幫女主角拿手袋 那些地方有些甜又不是太吐勞 比起那些甜重劇 有點新鮮感啦 沒有那些第一次看到 就跌低轉圈 意外之吻 歡喜冤家那些老土橋段 那最適合你這些老餅啦 蛤?我好老嗎? 說外賣仔發生車禍那段 處理得都不錯 緊貼時事 又跟男女主角的故事相關 反映了少少社會問題的軟教化 這部戲真是不錯的 如果你只是看頭十集的話 蛤?我就說這樣不像你啦 不斷讚都沒有彈 那之後那二十集又怎樣? 不是我雞蛋裡挑骨頭 是真的不好我才彈的嘛 我只是說個小問題 這部戲是周身如故的後編 劇裡面就加了少少周身如故的片段 但是就好閃眼咯 不自然 就好像為了加氣而強硬插進去那樣 觀眾呀真是看到一頭無水的 為什麼時宜第一次見到周身神 就主動去認識他 就是為了一個故事? 太牽強啦 真是很難共情的 你也知道啦 不可以拍前世今生的嘛 所以就唯有說是一個故事 一個夢咯 我知道是過審的問題 不過可以處理得好一點 例如可以寫下時宜 剛剛接觸周身神故事時的反應 其他配角 可以與周身如故做一些連接 就好像現代篇的曉遇 明明已經與周身如故的大師姐的名字一樣 那就應該用同一個演員啦 杜鋒用上一世三哥的演員 今世就可以彌補上一世B.E.的遺憾 還有今世梅恒、文恒 和上一世劉子恒、恨華 哼!這兩個名字連名字都好似呀 你不要說他沒有啦 那就是啦 明明這兩隊特地改回差不多的名字 遭遇和上一世都有點宿命感 但偏偏要用兩隊不同的演員 他們之間還有一點相似的地方都沒有 真是不知道編劇是想 想觀眾將他們想在一起還是不想的 莫名其妙呀 那選演員不是編劇的問題呀 他控制不了 你不要什麼都賴編劇呀 我知道 但可以處理得好一點呀 例如在一些細節上 回應一下上世的劇情 中間插回回憶 效果會好很多呀 現在這些配角的故事 真是很無聊 搞到故事又長又沉 故事又長又沉都是小問題 那什麼是大問題呀 那就是周生辰的家族線 實在太奇妮太無聊啦 蛤?沒理由無聊的呀 周生辰的家族複雜到 媽媽和二叔有路 媽媽不是真的媽媽 替星做暗戀自己 弟弟另有所愛 弟弟不是親生弟弟 妹不是親生妹妹 阿婆不是親生外婆 媽媽、二叔、弟弟 妹、外婆全部都是一家人 只是自己是外人 狗血道呀 是狗血 但這些橋段真是很老套 一開場觀眾都已經猜到了 但偏偏在戲裏 就似是而非 反反覆覆 硬是要拖到二十多集才交代 中間又沒有高潮又沒有張力 看到都睡著啦 那個男主的媽媽和二叔 看來好像反派一樣 以為他們有什麼大陰謀 原來沒料到的 只有家情 無料 弟弟是反派 所有陰謀十集左右已經看到了 後面二十集什麼進展都沒有 都不知道他那條線有什麼追看性的 好啦好啦 我們用了很多時間說編劇啦 快點給分啦 嗯…上次周生如故我給五顆星 原本我看頭八集效果都不錯 我打算給七顆星 但後來實在太差了 我差不多全部都飛了 超級扣分啦 算啦 跟上次一樣給五顆星 那導演呢 這個給周生如故好了吧 嗯…那真是給周生如故好的 老實說啊 炎偶比古偶是比較容易拍的嘛 一生一世這兩個導演都不錯 不過…拍得來都有點韓劇的感覺 光線角度都很漂亮呀 在江南拍到一些水鄉的感覺 有中西合璧的氛圍 有中西合璧的氛圍 不過… 我知你是想說注水和拖牆集數 還有是因為劇本問題呀 知道你又說 蜜寶飛寶的小說比較平淡 高潮位不多 上次親愛的熱愛的找了渠右寧來做導演 男女主角的相處和配角的群像 都拍得好可愛 所以遇到好的導演 是可以彌補到一些劇本的問題 最起碼不會那麼悶啦 還有呀 一生一世裡面 男女主角的相處都很不甜的 完全沒有火花 這些不是演員的問題嗎 一部分啦 拍攝手法都有些問題 拍敏氣都很平淡 偶像劇要有八個機位的敏氣 不是基本要求來的嗎 還有呀 男女幫女女吹頭 應該在背後的 不是面對面的 真奇 喂 彈夠了沒有 那導演你要給多少顆星啊 嗯…七顆 蛤?你彈那麼多 最後也有七顆星? 我之後那兩項都不可能給高分 唯有在這個合格的項目 給多一顆 蛤?這樣也可以啊? 現有的伏化度應該沒問題啦 本來我初初看都覺得OK的 白綠的妝都不錯 有些韓風 還有些像孫藝珍 任嘉倫的妝扮都OK 比起她在烏鴉小姐和蜥蜴先生好很多 不過呢? 蛤?你也猜到我有不過呢? 不過男二梅行的 西裝實在太肉酸啦 土黃色配藍色 啡色配草綠色 我真的不懂得欣賞咯 OMG! MY EYES 不過她是男二而已 主角漂亮就OK咯 但是主角也有失手的時候呢 任嘉倫有些西裝 穿到她好像伍伍伸似 時而回憶前世跳成場 不知為何又不用回周生如故的片段 一生一世那套紅衣真的不好看咯 還有啊 最重要的呢 說那家王家做衣服很好看 好多人要排隊去找她們做衣服 但結果 就是這樣咯 嘩!搞什麼呀? 扣分扣分 所以咯 本來就七顆星起跳 但是王家的衣服 是戲裡面的重點 大劇組給些這樣的課式 不OK呀 五顆星不可以再多啦 這部戲的男女主角 和周生如故一樣 都是任嘉倫和白鹿 配過就不同 怎樣呀? 和上次一樣七顆星? 嗯… 怎麼說好呢? 首先說一下白鹿先啦 今次她做一個比較溫柔文靜的角色 和之前一樣 都是她之前沒試過的 有些新鮮感 剛剛出場 沒有情緒衝突的戲 她的演技都可以應付 不過到了結尾的時候 有些情緒比較起伏的戲 不夠勢力 這缺點就暴露了出來 不是說她哭不出 但是就有點不自然 不夠令觀眾共情 也可能因為劇情太過平淡 所以分圍形做不到位 演員和觀眾都還沒入戲 那男主任嘉倫呢? 唉… 我一說就有人罵我了 你快點掩護我吧 好! 讓我幫你戴個鑼蓋 行了! 好! 任嘉倫的演技就有點單一 做古偶和現偶 都好搓 不自然 又拘謹 你以前都說啦 她的角色 多數都是同一類型 還加上 周生神這個角色 都是拘謹的角色 她做得搓 都是正常的啦 周生神剛剛出場的時候 她搓 我都還可以明白 這個是角色需要 不過到了中後期 周生神和時儀都已經是夫妻啦 應該放鬆很多的嘛 最少都要表現出 和前期有點不同 但她太拘謹了 搞到她和白鱸一點CP感都沒有 完全沒有火花 還有情緒衝突的戲 都表現得不好啦 不自然 不合格呀 說夠了嗎? 她的粉絲很多 我現在有點害怕 你快點說一下配角 之後我們就下班 這麼小膽? 不像你呀 哦 好啦 說一下配角 配角都不OK呀 周文川是這部戲的第一反派 但是她就目口目面 戳著樣子 完全不OK呀 周生如故裡面的反派 劉子恒雖然經驗不夠 但是都比她好很多 她的CP小曼 嗯… 只是在這裡獨對白 不夠感情呀 梅恒和文恒 是其中一條重要的CP線 氣氛都被捉了 但是演技都很亂 腦氣骨也是周生如故那些比較好 哇…你這麼說法 那你給多少顆星呀? 嗯…合格真的有點勉強呀 4… 不要太守緊呀 小心被人說你有Bias呀 嗯…這樣呀 五顆星啦 不過整體真的不OK呀 合格都是因為現偶的要求不高 夠啦… 好多人都說周生如故比一生一世好看呀 沒錯…但不是說周生如故有多好看呀 是一生一世不夠好看呀 你口真的好毒呀 我還沒說完… 之前我覺得周生如故不好看 我就在想… 重點應該是一生一世 所以周生如故拍得粗糙點 誰知道一生一世都不見得很精緻 唉…真失望呀 好啦…在你得罪全世界之前 我們快點下班啦 好啦…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啦 你對一生一世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走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呀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